所谓雷曼时刻 就是08年雷曼兄弟倒下的那一刻 他一家公司破产问题不大 不过他的资产 关联了比他大几十倍的 全世界其他公司的资产 于是就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 而欧洲呢 现在呢也开始了他的雷曼时刻 上周五G7 达成了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协议 这下大俄呢 也就彻底的宣作者 直接宣布不卖油 给要限他价的国家 而且把北溪一号的天然气供应呢 也降为零了 并且说 如果你们不取消制裁 也别指望我恢复供气了 这下呢 两边算是彻底的落翻脱钩了 俄罗斯五G会永久的失去欧洲市场 而欧洲呢 则迎来了他的雷曼时刻 以德国为例啊 俄罗斯现在给德国每年供应呢 也就是200亿美金左右的天然气 但是呢 却100倍的杠杆啊 撬动了德国快2万亿左右的工业附加值 现在整体的工业体系啊 正在倒下 第一啊 因为能源价格太高 很多企业呢 现在已经面临停产 比方说全世界最古老的玻璃塔 Radell上个月就说要停产了 昨天的消息呢 是德国最大的卫生纸的制造商 Hanko呢 现在呢也宣布破产了 接下去这样的公司呢 还会继续增加 原因很简单啊 没有管道器 用液化天然气的话要跪十几倍 而且能够提供给欧洲液化天然气的那些国家 像美国啊等等啊 现在呢已经都是在超负荷的供应了 所以说要欧洲天然气够用啊 必须得要降低欧洲的需求 那大规模的官场呢 是不得不要做的事情了 第二 欧洲这种情况啊 正常情况应该降息对吧 不过国内的通胀呢 实在是太厉害了 8月的欧元区通胀率呢 有9.1% 而且差不多一半的国家 通胀还在两位数以上 看起来未来还要提高 所以说他们不得不加息 预计明天的欧洲央行会议啊 就要加息75个基点 投行预计到年底呢 还需要再加175个基点 这对于以前长期都是负利率的欧洲啊 是个重大的打击 大家看看美国因为加息 今年股市的表现 就知道欧元区接下去 资产价格要怎么走啊 最后啊 大家今年要找这个确定性的交易 那么呢 看空欧洲呢 应该就算一个啊 包括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这样的啊 现在都在公开的做空欧洲 这轮欧元的贬值中啊 欧洲呢 被大量的收割啊 比方说企业这边啊 大量的欧洲企业呢 就被美国企业收割啊 而美国民众呢 现在也真的去欧洲旅游啊 购物啊 非常的火热 从某种意义上呢 这也是一种民间的收割行为啊 总之 做空欧洲呢 实际上也是在配合 国际资本收割欧洲的这个需求 这种大局势下啊 欧洲怎么收尾呢 也是一个大问题